美国对以色列放狠话 乙军撤出了加沙南部 下一场赌注会不会压在黎巴嫩 以色列空袭伊朗外交建筑之后的这一周里 美国以色列还有伊朗三方 都在为下一阶段的较量做各自准备 而且未来三方手里的台词 很有可能看上去就像是拿错了剧本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都发生了哪些事 首先是伊朗方面宣布 要采取足以让以色列后悔的报复行动 表示以色列在全球任何一个外交领事机构都不安全 前一半没毛病 毕竟以色列先炸伊朗外交建筑的 伊朗又全进行报复 后一半不严谨 我相信伊朗人不会在中国打以色列外交机构 中国也不会让自己的领土成为其他国家打架的舞台 第二个现象与伊朗的宣言相对应 美国也发出了伊朗即将攻击以色列的预警 以色列也开始大面积干扰GPS 显然是为了防范伊朗的各种无人机 因为弹道导弹对卫星制导没有多少依赖性 飞行时间短 惯性导航漂移辆少 精度基本有保证 但是伊朗那个沙西德136那些无人机速度慢 飞行时间长 只靠简易贯导的话 那个精度可能还不如一战时期的唯一导弹的水平 第三个现象就是拜登政府跟以色列 内塔尼亚湖政府的争吵越来越激烈了 美方表示在用强有力的态度跟以色列交谈 这个态度和口气咱们中国人倒是不陌生 美方说如果以色列再不收手 美国就要改变支持以色列的态度 还公布了双方部分沟通内容 算是狠狠打了内塔尼亚湖的脸 没办法 以色列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反对了 这么一块臭石头挂在脖子上 不赶紧割断绳子 早晚会被石头拉进毛坑淹死 这一点上 拜登政府倒是明白取舍 能够照顾本国利益 第四件事呢 就是美国跟伊朗当然还要继续吵架 不过和以前的争吵相比 这次吵得有点不对味 伊朗要求美国小心 不要掉入以色列的陷阱 美国说你打以色列的时候 小心别打到美国目标 伊朗就回应说已经向美国政府 发出了书面信息 警告美方远离以色列 以免受到伤害 吵的是深情款款 安排的是明明白白 不知道内塔尼亚湖听完这段吵架之后 脖子有没有感到一丝湿润的凉意 还有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的场景 就是以色列最近有群众大规模游行示威 好几万人 反对内塔尼亚湖 然后呢就有人开车撞击 反对内塔尼亚湖的游行人群 肇事者号称也是反内塔尼亚湖的 只不过他的反的方向不一样 他认为内塔尼亚湖还不够强硬 我不敢说这事是不是一定有什么背后的操作啊 只不过好像很多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 也都是类似的开端 所以是不是可以认为啊 美国为了敲打内塔尼亚湖 刻意展示出对伊朗报复行动的某种默许 形成了一种淡淡的短暂的入水关系 偶尔美伊双方也是可以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的 所以以色列可能感觉到了比以前更大的压力 当然也会开始他们的布局 现在呢 伊朗境内连续出现了逊尼派武装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袭击 这些武装力量或许认为 伊朗一旦进入战争 国家政局会不稳定 这个就是他们的机会 另外 肯定不能排除美国 以色列 以及某些逊尼派国家 其中有些势力的支持 这种行动应该是牵制性的和警告性的 意思是让伊朗担心后院 不敢大打出手 另一方面呢 大家也看到了 乙军从加沙南部撤军 只留了一个里的警戒部队 这种调动前段时间也出现过 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 这次大规模调动 很有可能是因为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武装 经过消耗 已经不需要以色列保持大量地面部队 乙军呢 是要把主要力量调到北边 因为如果伊朗要攻击以色列 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通过在黎巴嫩的珍珠党民兵等力量 持续发起火力袭击 以色列如果不想低头 唯一条路就是让伊朗西武装 受到严重损失 而且部队去打黎巴嫩 不是进攻拉法 美国也不会不同意 所以内塔尼亚胡这招转移目标 也不能说他不聪明 不过赌注如果压在黎巴嫩 已经的损失可就不是加沙能比的了 如果打的不顺的话 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死得更快 现在呢 我倒是好奇一点啊 如果伊朗系武装真的是打了以色列 以色列民众会不会喊出 美国为什么这么早就知道 本着互联网上著名的 谁预警就是谁干的定理 以色列网民拿错剧本 骂伊朗是美国养的什么什么什么 我都不会觉得奇怪